接受关注的错换人生28年事件有新进展 8月5日 南都记者从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 患癌男子姚策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处获悉 已收到河南开封市古楼区人民法院 就其多名当事人 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案的 受理案件通知书姚策及其生父生母 向涉事医院共计索赔273万余元 周兆成提供了两份民事起诉状 其中一份起诉状提到 治疗单显示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明知姚策生母杜女士是乙肝携带者 姚策在出生时因被错报 导致其脱离亲生父母监护 使得其未尽到严格的乙肝加强治疗 导致其年仅28岁就罹患肝癌晚期 周兆成提供的民事起诉状显示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应赔偿 因此造成姚策罹患肝癌的费用 以及相应损失 包括已产生医疗费 务工费 营养费等 在内的91.6万余元 另一份民事起诉状 由原告姚策及其生父生母提出 认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医护人员 在对新生儿日常护理过程中 存在重大过失 致使姚策被错报并脱离监护 长达28年 亲子关系遭受严重损害 请求法院判决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支付姚策及其生父生母精神损害赔偿金 每人60万元 共计180万元 以及寻亲路费1193.5元 姚策生父务工费11946元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官方APP